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在校外租离房子 然后现在砍业结束了 准备把东西收拾回去 我打算待会儿吃饭 然后回一趟学校 前几天我高中同学来北南找我玩 我就租了一辆车 现在刚好可以开车把我的东西运回学校 这几天开车也是开的蛮味的 三天开了三百多公里 啊 我就搬了东西就出来 好 谢谢 绝了 本来还想顺便回学校吃个饭 结果我学校餐厅都已经关门了 然后刚才有一个特别好的保家阿姨过来跟我说 我要是没饭吃的话 他那里有几个馒头可以给我吃 真的也是很暖了 开始来超市这边看看 中午吃点什么吧 哎 这个鸡腿好便宜啊 三块八 少打一只 再拿一点油炸的垃圾食品 就感觉大家生走了以后 这超市都开始打折了 家里的年盟也用完了 然后也拿两个吧 上班出来的时候还能买菜做饭 然后时间久了就懒得折腾了 然后现在一般就直接出去吃 或者说买一些速冻的 咱就是说 从来没吃过这么硬的鸭腿 好累啊 为什么房间里只有我自己啦 我刚刚把快递寄出去 花了二百多 好贵啊 有没有感觉这个场景很熟悉 看过我直播的友游们都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当了四个月呀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开口说话了 本来打算今天晚上看一下我编论文的文献 因为我选了一个比较难的课题 当时选题的时候导师还欠退来着 但是最后我还是选了 然后导师就安排了一位研究生师哥来帮我 这天这个课题需要看一些网友的文献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 知网和谷歌学处一直都登出不了 知网就一直是这种情况 然后谷歌学处就一直加载不出来 看来今天不适宜学习 好家伙上号 我发誓这真的是一个巧合 今天还真的不适合学习 victory 没事 没事 反正我也不怕家 心黄痛了 一晚上一局也没赢过 昨天是就继续可以做并且非常之后 很好吃 дов不是